一Click Radio 天地有正氣 Hello 歡迎大家收看第241集的天地有正氣 史葛在這裡 肥龍 好 我們今個星期繼續講戲的時候 當然要講一下北美的新戲 今個星期有什麼大作呢 似乎沒什麼大作 是不是大作呢 我就不敢講了 今個星期在北美有三套荷里活的電影是上畫的 逐一套來講一下 首先第一套就叫做The Dark Tower 真的很暗 做的人也暗 畫面也很暗 其實就是一個打 不知道是怪獸還是魔鬼的故事 故事就說 其實一個小朋友誤打誤撞 就進入了The Dark Tower的世界 撞到一個怪物獵人 就是男主角 然後就說 其實那座塔 如果毀壞的話 其實就會影響到兩個世界之間的平衡 然後那群魔鬼 來自地獄的魔鬼 就會橫行無忌 哈哈哈哈 這些故事其實都不是什麼新鮮的故事 通常都是說這些東西的 然後當然那群魔鬼 其實魔鬼頭領 都是一個很有名的演員 是啊 Makoni 是啊 勇帝 是啊 破壞了那個塔 結果搞到魔鬼兩個世界都充滿了 然後就是說這個魔物獵人 就由這個小朋友帶領下 去到現實我們現在住的這個世界 打怪獸 哈哈 他的造型很特別 好像牛仔一樣 揹著兩支槍 他有些牛仔感覺 再加上一些半現代感覺 又穿著皮褲 其實那個感覺像什麼呢 史國剛才就說像那套Dango 對 歌雷 Dango 始終都是真人的現實世界 就是西部牛仔那些警長對賊人 但我的感覺這套戲像那套Van Helsing Van Helsing就是打殭屍的 打Vampy 那個男主角更是西部多一點 因為他真的戴著牛仔帽 哈哈 又是拿著槍去對付Vampy 這次其實這套也挺像的 又是拿著槍去對付魔鬼 那些樣子都是面目真靈的 那些 喜歡槍戰動作場面的 又喜歡看這類型的 打魔鬼怪獸 我想這套Dark Tower也會適合你 OK 動作電影講完之後 第二套就是一套真人真事改編的電影 這套也有很多動作 真的有動作 是暴動 這套叫Detroit 底特律 底特律 在1967年的時候 底特律發生了一個暴亂 那個起因 不知道是什麼 那個起因要看回 應該是種族之間的衝突 所以就要看回 究竟整件事是怎樣發生 一下子 我們說不到太多 OK 如果知道的朋友 當然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究竟1967年 在美國底特律 究竟發生了一件什麼事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暴動 很大場面 又出動了軍隊 又坦克車 這樣鎮壓 是一個非常大型的暴動 其實故事發生 當然有一個男主角 男主角應該屬於警察 或是軍隊裡面的其中一員 而主要發生的是 一群青少年 在裡面無端端 弄了一些槍箭出來 又不是槍箭的 開了幾槍 引起了警方的關注 然後去搜尋那間屋 但進去的時候 男主角好像知道一些事情的背後真相 於是乎 想去平息這件事 最後是怎樣呢 他能不能夠平息這件事 還是結果 還是出事 真人真事改篇 如果大家對抵特律的大動亂 有些認識 或者想知道更多關於歷史上的事情 這套都會適合你 但這套就 不太適合我後味 你又怎麼看呢 他又不是戰爭 不不不 這套主要都是 我想都是種族問題 所以如果大家對美國歷史 或者對種族的衝突 有興趣 應該去看看 根據電影 我現在在這部電影中看到的一些簡單的資料 他就說應該是一些非洲裔的人 在那裡得到一些不公平的對待 於是他們就開始出來上街 慢慢演變成一個大暴動 結果原來那件事 是有43個人死亡的 1200個人受傷 還有超過2000個建築物受到損壞 所以是一場非常大型的暴動 如果喜歡這類型的 史實改編的電影 又想了解一下文化 或者了解一下背後什麼事 就看看這套電影 好 第三套 其實都是充滿動作原動 這個動作 不過是個人動作 哈哈哈哈 這套叫做Kidnap 就是一個綁架的行為 在 trailer裡也看到 女主角帶著她的兒子 去公園玩 怎料玩一下就不見了她的兒子 女主角四圍去找的時候 發現原來有人去抓了她的兒子 然後她就發了矛 用盡一切方法去追著那輛拆車 這是每一個母親都會做的 嗯 是啊 飾演這個女主角的 其實是一個黑人女演員 叫做Hailey Berry 是啊 又是拍頭級 是啊 那 她就說 其實這套電影 你想想 一開始聽到名字Kidnap 是否說她怎樣去報警 然後警方怎樣幫她調查呢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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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在 trailer裡也看到 在過程當中 一開始不久 女主角已經跌了電話 然後基本上她是自己開著車子 在那裡喪追 然後呢 她去到差不多 她就真的跑到警局去報警 當然 我想她這裡也有少少爺餘 警方是做事比較慢手慢的 我想因為失蹤兒童太多 就是看車子 所以那個 所以那個 鐵滿整棚牆 是啊 那個師姐也好像不太理睬她 然後那個師姐還要很自由地說 你坐下等下先啦 所以她 就是決定自己的行動 是 然後之後 就一直喪追 就 其實就反過來 就好像變了個媽媽 是一個 恐怖人物 令我想起那套 閃靈 有一個男主角 就是拿著褲子 砍爆門 這裏 那個女主角都有 不過她說了另一個說話 就是 你捉錯了 你不應該捉我兒子 然後拿著褲子 嘩 這樣 我想這套戲 她都可以表現到 那些母親 就是 對子女那種 這樣的 關愛 就是 著急 我想真的 在這些 所謂的 關鍵 關鍵時刻 那些母親 真的可以發揮 無窮的力量 其實絕對是 因為 以前曾經聽過一個新聞 說 小朋友被貨櫃車 壓住了 然後那個媽媽 一個人抬起 抬起 不是 真的好像 黑 抬起 抬起 她抬起了少少少 然後 對 旁邊的人抬起 但她憑一多之力 當然她抬完之後 是貨櫃車 她的手腳是 脫掉的 但是 你看到那種 無愛的力量 在這套電影裡 我相信都會看得到 KIDNAP 三套 都是跟動作有些關係 不過有個類別有幾不同 第一套就是 打魔鬼的 The Dark Tower 第二套就是 動亂暴動的電影 Detroit 真人真事改編 而第三套就是這套 KIDNAP 講媽媽的 那種 其實三套 我也可以歸納到一點 就是 我們在城市居住 真的處處都有危機 哈哈哈哈 我們中國人有個說話 無論是社會 家庭 甚至親人之間 都充滿危險性 所以我們中國人有個說話 就是要居安施危 哈哈哈哈 好啊 今個星期 誰先 我先說 好啊 你來吧 我今次會講兩套 比較特別一點的 特別一點的戲 咦 日韓戲 第一套是日本 日本片來的 叫做 奏活家族 奏活家族 有一個兒子 一個女兒 子女都長大了 都出來 出來 社會做事 那 所以整套戲都是圍繞 他們四個人之間的職業 來講的 那麼 詳細情形就不講了 就是 為什麼要推薦這套戲呢 這套戲呢 就是講了不同的情況 你知現在 現在的社會 找事做真的很難的 即是 無論 越來越難 是的 無論你是 即使你是精英也好 你是 你是 廢青也好 都是很難找事做的 那麼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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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個人 分別有四個 即是不同的代表性 啊 那 那麼 首先 那些演員 其實 我看這套戲主要是 演員吸引的 那麼 男主角 即是做爸爸那個 就是我們很熟悉的 三毛友和 三毛友和 就是三老八位的丈夫 那麼 那麼 他一直 一直都 還有做戲的 那麼 做到現在 那麼 女主角呢 也是我很 好喜歡的 就是黑木桐 黑木桐本身 他有一種 女性的魅力 啊 啊 他們兩個 其實 本來就是 一個 就是高層來的 啊 三毛友和 就是一間很大的公司 入面的 人事部 主管 嗯 啊 黑木桐本身 是一個 教師 誰知道 經過 有事發生 嗯 嗯 兩個都沒有事做 兩個都沒有事做 這麼巧啊 都要去找事做 找個第一 但是已經 連過 連過半百 那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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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因為有些事被公司辭退 所以很難找事做 那 這裡 都描寫了一些 所謂 中年失業的人 那種悲哀 嗯 他們兩個兒子 兩個兒女 大女 已經是 出來工作 幾年了 但是 因為 因為 學歷又不高 那 那 不是出身名校 那 所以 又是難找事做 所以又是難找事做 所以只可以找到一些 普通的工作 營業員 推銷員 這類的工作 就是不會很高薪的 那樣的工作 嗯 但是做那些工作 你知道 他又要 就是在某方面 又要犧牲 犧牲一些 一些色相 或者犧牲一些 東西 那他又 又 又 又不肯 那樣做 所以 住住都是碰壁的 嗯 那 那 那個小兒子 更慘 小兒子 真的 剛剛 剛剛 中學畢業 中學畢業 也 都未讀過大學 沒有 沒有 小兒子 而且 更加 突然 找了一間 所謂的職業介紹學校 通常那些職業介紹學校都是找笨的 所以在這方面我們都看到在找事做這方面 日本的社會存在了很多古靈精怪 或者很多我們都想像不到的情況出來 所以這部電影本身的寫實味很重 這些真是現在的社會情況 我們也看到電影也有很多感慨 因為我們已經不是現在現代需要找事做的人 也為現在疲於找事做的人 即是同情 其實也不僅是日本的了 全世界都有這樣的情況 但日本的情況比較激烈一些 因為他的經濟曾經一度蓬勃過 現在開始衰落 所以那些公司 那些通話拐騙的東西 特別多 而且日本的物質生活率很高 很高 你真的要想盡辦法 你才可以在那裡生存 我想問 他是用一個輕鬆的手法 還是比較沉屈的手法去拍攝 是很平實 他也沒有特別誇張 但也不會美化 又不是很幽默的特意搞笑 他真的說到一個家庭 甚至一個人 你所面對職業方面的問題 即是寫實派一點 好 第二套就不同了 這套就激烈很多 韓片 特別市民 那是韓劇 我也是劇集 不是劇集 是電影 電影 那是特別呢 特別市民的意思 他真的很特別 他是市長 哇 這個是講韓國競選 雖然我們對於韓國的政治 不是太了解 但是我們在近年來 都不斷看到出來 尤其是總統 選了一個女總統出來 後來又說他這個 後來又下台 又換了第二個 即是看到韓國的政治界 很多不穩定的因素 是不是施葛 我們家庭也是這樣 哈哈 哈哈哈哈 我們BC省也是這樣 哈哈 其實現在這個社會 真的道道一樣 哦 英文就更清楚 叫做the mayor 這個就是主要講 就是韓國有一個市長 他本身是現任市長 他要競選連任 競選連任 但是他本身 其實都不在於政治家 每一個人都有些不想別人知道的秘密 嗯 他現在的競選 競選對手 當然是滑滑滑滑 殺氣抹黑為主 主要都是這樣 所以整套戲都是說 他有兩個競選對手 那兩個人互相之間來 如何揭瘡巴 反映到韓國的政治圈裡面 那些 可以說是黑幕 亦都可以說是一個 運轉的手段 因為每個地方的政治情況都不同 譬如我們很多時候都聽到 什麼叫黑金政治啊 什麼官商勾結啊 這些 但是那個程度去到哪裡呢 或者他用什麼手法來運作呢 每個地方都不同 這套戲呢 就是 我不知道他的真實程度幾多 但是 我覺得那些演員做得幾好 其實 其實我看很多韓國的影片 我都不覺得那些演員是有演技的 但是我看這套呢 我都覺得 他們真的都 真的有些演技 真的做到那種 你覺得 真的 真實存在 還有 真的 可以告訴你 現在 情況是怎樣的 Anyway 大家想 一規韓國政治 政治圈裡面的風雲 那些事情 就可以 找來看看 這裡叫特別市民 我想問你有沒有之前看過 HKTV那套選戰 有 有 其實那個格局會不會有幾分 那裡會有香港的 但是 那個拍攝的手法 是不是都很不同 你可以說 其實內容呢 我也說 內容都是不離 都是選舉的 都是不離的 都是怎樣去抹黑 別人的 問題呢 就是 每個地方 就是每個地方 它有不同的 風氣 OK 那看一下 韓國方面的選舉 又會是怎樣 喜歡這類的朋友 政治的朋友 可以看一下 這套特別市民 好 肥龍呢 今個禮拜看了一套 我幫你補完了 什麼補完了 我看了中國電影 中日韓齊齊了 結果 那我就看了 楊密那套《逆時營救》 哦 是啊 我也想看 但是 即是沒有時間 嗯 那這套 就成龍大哥去執導 他已經監製了 去監製 去監製 嗯 開頭 就 嗯 即是故事進展 就會有少許慢 也有很多事情 不明朗 即是你不知 為何是這樣發生的 沒有啊 它是超現實戲 來的嘛 它是說未來的 其實它是說一個科技研究 他們在研究著一個 人工蟲動 可以令人回到之前的時空 但是當然 就未完全完成到 故事發生 即是為什麼會有這件事件呢 其實就是 一間大公司 即是我想是一些私人機構來的 它就在美國有支部 另外在中國有一個 不知是總部還是支部 總之就分了兩邊去研究這件事 結果呢 美國那邊就發生了 即是那個研究所就發生了爆炸 所有資料都沒有了 於是乎 他們就派了 那個叫做 你說是 可不可以叫做男主角 還是歹角 還是男配角 我都不懂形容 因為他氣氛又不是超多 但是沒有了他又不行的 OK 去到中國那邊的研究所 就要拿他們的資料 我不會說了裡面 因為其實他有幾多的 twist 的位置 因為說出來 你就沒有了趣味性 那 結果 當然 其實這個不需要賣關子 在trailer 也看到 楊蜜 其實為什麼他會 真的 走過那個人工蟲洞 穿越回去呢 那就是因為他要救他的兒子 OK 又是那種母愛 哈哈 他為了救他的兒子 而 就算那個實驗未能夠完成 他都走進去那個人工蟲洞那裡 那整件事情 其實楊蜜不是打女 他不是那麼誇張 整件事情 那個部分是合理的 OK 即是楊蜜 為什麼後來又有些動作的場面 是整件事合理的 OK 當然啦 你要加少許的思考 你就會整件事明白 為什麼會這樣 我不劇透了 這一段 但是 整套戲的安排 我覺得是 嗯 中間有少少的位置 是 不太合理 但是不能太深究了 因為 其實挺困難的 他玩到這樣 這樣玩這個時空的時候 通常這些戲很難去解釋 是 好像看Bet to the Future 這樣 哈哈 雖然我們都覺得他很圓滑 但是始終有些時候 你覺得 是不 是這樣的 還有 始終那個結論 是不是歷史 不可以改寫 我不劇透 我始終都是那句 我不劇透 這是一個最大的矛盾點 對 這個要留給你看 最大的矛盾點 因為主要電影 令到你想追看下去 那個趣味性 都是這裡 所以我不可以說了 對 其實看的時候的感覺 看到電影的中段 有少少像Tom Cruz 那套 是不是叫Day 不是 Day After Tomorrow 糟了 突然間忘記了那套電影 叫什麼名字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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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說他死了很多次 哦 John Wick 不是John Wick 是Tom Cruz 主演的 叫什麼 明天 明天 什麼 明天 還是什麼 我突然間忘記了 但是總之 就是講的 Tom Cruz 死完又會回生 死完又會回生 他又不斷去經歷 之前經歷過的事情 即是他一死就會回到 之前一段時間 然後他 就因為知道這樣會死 他會再做別的事情 但是始終 我也說 你們始終是改死不了歷史的 我想說的就是 看到中段有一些 這樣的感覺 但是再看下去 就沒有了這些感覺 真的 Welcome 有些感覺又有點不同了 整套戲 可以的 就是我接受到 那個 故事的說法 那個演繹 那 有些小毛病 我就不追 不深究 而整體的感覺 都算是還可以的 當然啦 如果你要雞蛋去挑骨頭 很多事情還可以挑剔的 因為 始終中國電影 我相信還是在發展的階段當中 對 其實看這部電影 都是主要看場面 報警 就是橋段那些事情 我想問一句 對呀 以現在的效果出來 你覺得 中國在拍這類科幻片 它的水準 達到去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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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你這條問題有點難答 不是 感覺 就是感覺 所以我不會說 我不會說去到哪裏 而是說 我看到他們進步當中 例如相比 阿羅里活 那 還有些距離 還有些距離 你會 始終看得到 他們的電腦動畫 的質素 不是說他很差 而是始終還會看到 是有少少 電腦動畫 還是有少少 假的情況 但其實他已經 比以前進步了很多 所以 整體來說 這部電影 我會說 其實他的橋段 沒有什麼 超級新的點子 即是會發生的 你都 會猜到 不過他有些 twist 如果你不細心去想 你未必會猜到 我都會很欣賞 即是他集國家之大城 雖然都是東臭西拼 那樣 那也好 即是 有些你猜不到的東西 也好 始終都是那句 雖然東臭西拼 但是 他這次拼得算是我接受的 那 如果你真的打一個分數 這套是10分 我給7分半左右 即是他可以有進步的空間 但是 以中國電影的一貫 那種感覺 他開始 開始撕掉那種感覺 令到我都頗享受去看 所以 可以看的 這套 對於 我們 中國 拍這類電影 我們不可以太多 要求 亦都說 不可以把 標準定得太高 所以 就是因為我沒有帶著任何的希望去看 反而我又接受的程度高了 以及 多了一份欣賞的感覺 所以 這套是一個肥龍的推介 是值得可以看的一套動作的電影 動作科幻電影 就是逆時營舊 楊蜜主演 OK 好 那 跟著我們數數北美撇防榜 回來 我們終於這星期不說人物了 我們 都是說動作 對 我們稍後再組完榜回來再說 好了這個時候肥龍和大家看看 今期北美撇防榜的情況 有兩套新上畫電影是進入了十大位置 排第十位 有上畫九個星期的Wonder Woman 上星期排第九 今個星期下跌一級 收到334萬 總成績有3.9524萬 排第九位 有上畫五個星期的Baby Driver 上星期第七位 今個星期下跌兩個位置 收到397萬 總成績是9197萬 第八位 上畫兩個星期的Variant and the City of a Thousand Planets 上星期排第五 今個星期下跌三個位置 收到636萬 而總成績現在有3,019萬 排第七位 上畫五個星期的Despigable Me 3 上星期排第六 今個星期下跌了一個位置 收到759萬 而總成績現在有2.329萬 排第六位 上畫三個星期的War for the Planet of the Apes 上星期排第四 今個星期下跌了兩級 今期收到1,047萬 而總成績有1.878萬 排第五位 上畫四個星期的Spider-Man Homecoming 上星期是貴君 今個星期下跌了兩個位置 收到1,326萬 總成績有2.7817萬 排耿頸四個位置 有一套新上畫的電影 就是Atomic Blonde 一上畫收到1,829萬 進入三甲 今個星期貴君電影 上畫兩個星期的Girls Trip 上星期是亞軍 今個星期下跌了一個位置 收到1,965萬 而總成績有6,509萬 亞軍方面 找來另一套新上畫的The Emoji Movie 一上畫收到2,453萬排亞軍 而冠軍 繼續閃亂波 上畫兩個星期的這套Dunkirk 今期他收到2,661萬 而總成績已經有1,132萬 好了 看完北美票房榜 我們Part 2 今次不說人物了 那說什麼呢 然後馬上告訴你 回來第二部份的天地有正氣 我們今天延續這個動作 你看到這個手勢 你想起什麼 要播放一首歌 這個動作很明顯 其實就是打拳的動作 今個星期 我們就講一些拳擊有關的電影 其實拳擊有關的電影 其實拳擊有關的電影 都不少的 我相信 但我們主要focus on 兩個series 我想 始終我們中國人 對Boxing這件事 不是太熱衷 所以 有很多關於拳擊的電影 我們都 雖然都有看 例如Racing Blue 就是狂牛 但是 印象 那些感覺 都不太深 若有Rocky Rocky 就不同了 他至今為止 拍了六集 如果說Rocky的故事 就是六集 但其實還有第七套 都有Rocky 粉 那套就叫做Krid Krid 其實就是 Rocky第一第二集 對打拳王的兒子 阿波羅 對阿波羅 拳王 所以 第七集 又或者你叫做外傳 就是 講拳王的兒子 其實他還沒見過拳王 因為拳王過了生後才出生 就是因為他福祉 對 然後到他長大 就想找Rocky 教他打拳 好像沒有說拳王 那樣 Rocky 又做了他的教練 對阿 即是 亦師亦友 又好像半個老爸 教他打拳 我們逐一套 逐一套可以慢慢聊一下 另外還有一套中文的 跟拳擊有關 其實又不是真的拳擊的 只不過是 他是用了西洋拳為主 其實那套就是講 UFC那種的格鬥技 對阿 那些叫做全接觸 對阿 那就是 激戰 因為 他的 formula 似乎跟Rocky 都有幾分似 所以我們就把他 拉進來 這次的 這一集 一齊說吧 先說一下Rocky 因為其實Rocky 1976年拍攝第一集 對阿 即是 那我又 即是 畢厭其長 就去到 那些 觀影歷史 那當年 當年 我真的在戲院看 嗯 那 那 其實 照那些影明家說 就是一個很普通 很普通 很普通 很普通的故事 嗯 那 還有 這個故事 其實 其實 一 就是沒有什麼戲 沒有什麼戲劇性 其實 又 又不是說 怎樣怎樣傳奇 只不過呢 傳奇 傳奇 就是史太龍這個人 史太龍 最初 是一個戲院 大偉 大偉 嗯 所以 所以他看很多戲 每天都在看戲 嗯 另外呢 他最初出來拍 是拍那些三級片 拍色情片 因為他大隻 夠大隻 拍色情片 那 拍下 他覺得 咦 我也有條件去做編劇 所以 Rocky的劇本 是史太龍自己寫的 他自編自導自演的 是 他自己寫的 寫了劇本之後 就 就 拿去銷售 怎麼知道 沒有人肯買 咦 這樣的故事 啊 誰銷售啊 誰買啊 啊 他就 好 自己 自己出資拍 嗯 嗯 出資 一舉成名 那 不單止令到他名成尼咒 亦都令到 Rocky這個人 這個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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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知道 應該是寫出來的 寫出來的 故事來的 成為一個經典的角色 就是 等於你問福爾摩斯 是不是真的有這個人 是故事來的 作出來的 小說人物 這個電影人物 大家看過Rocky的電影 都知道 其實 其實 是沒有什麼可能的 其實他整部電影 都是表現這件事 就是 將一些不可能的東西 作為 有可能 因為 Rocky本身是一個 直接無名的權師 他沒有可能可以挑戰 拳王 拳王 拳王沒有理由跟他打 打贏他也沒有用 先不論拳王 為什麼肯跟他打 其實這部電影 我想成功的地方就是 他沒有刻意說 拳師結果可以贏到 他沒有贏 沒有贏 他沒有躺下 所以就是說 第一集 我想他的成功的方式 就是 他沒有刻意說 最後都可以一拳 打低拳王 他沒有這種 這麼誇張化的東西 於是 變了受落的程度 就高很多 因為 如果我相信 他最後寫是他贏的話 我想這部電影 就不會成為經典 沒有 他不會這麼傻 所有人都知道 他不可能 沒有得贏 對 就是說他捱足十五個回合 捱足已經很難得 沒有被打低 沒有被KO 所以就當贏了 這樣 輸少當贏 所以我想 其實 Rocky 其實 老實說 我這個禮拜也是故意拿出來回味 再看回 故事 是很平淡 平淡到 你會想 究竟他是講拳擊 還是講愛情線 因為其實那條愛情線 好像比拳擊更重 這樣 這個沒有口非 因為他自己本身 我都說 他沒有可能 去挑戰 拳王 所以 他也不用在這方面 描述 你就算怎樣訓練 怎樣 什麼都不能贏 所以 唯有把重點 放在其他方面 譬如他跟他的教練 和他的女朋友 那方面 其實那個 一開始還不是女朋友 就是怎樣追求那個女生 另一方面 影名家 又覺得 雖然這部戲是講拳擊 但其實他是講 愛情 溫情 不是 除了愛情之外 他跟他的教練 都是很 都是的 都是的 那 第一集的Rocky 估無論如何 結果 要是看很多不同的影評家 或者在各大網站 他都得過很高的評價 對 他拿了很多獎 對 他拿了兩個獎項 我先看看 立刻在電腦上解釋 他拿了Best Picture 和導演獎 還有剪接獎 其他每一項 男主角 女主角 等等 全部 原創歌曲 音樂 等等 雖然拿不到獎 但也有提名 所以第一集是一套 傳奇的 他的水準很平均 不會側重於某個方面 你說是否特別好呢 我又覺得 老實說 以今時今日的眼光 看回 是有點悶的 中間 你現在來看 舊戲是要給點耐性的 反而Rocky第二集 我是整個系列最喜歡的 因為第二集 正式說 他遇到他的恩師 然後 去訓練他 然後 最後 真的做了拳王 對 真的打低拳王 那一刻 我覺得第二集 就很合理化了 其實他贏都是很問邊的 這樣贏 然後 其實他又不是說 那個教練 其實又不能夠 很正統地去訓練他 他用一些很奇特的方法去訓練 Rocky 又叫他捉街 又成這樣 好像聚拳一樣 所以我覺得很有趣 Rocky第二集 你印象多不多呢 這一集我印象不太深 我想都是承接他的所謂 拼搏精神 絕對是 第一集就說他很捱得打 所以他已經有一個先天的條件 就是可以捱打 然後第二集 就再說他如何訓練他的速度 拳擊的力量 以及攻擊的節奏 如何去壓迫對方 這集集中於技巧方面 所以他最後做了拳王 也有說服力 所以Rocky最好看就是 第一集加第二集 整個 其實是一套電影 第一集到第二集 第一集上半集 我會稱之為上半集 就是講他捱打捱完 然後下半部練習速度 力量等等 再挑戰 終於贏了 所以我覺得Rocky第二集 是我比較欣賞 以及我覺得合理性 是最高的一套 好 第三集呢 第三集 就是講有個黑人拳手的出現 你記得嗎 不記得 就是講有個黑人拳手的出現 他又挑戰Rocky 其實Rocky出戰之前 他的恩師就因為心臟問題入院 影響Rocky的心情 連帶那場比賽很快都被打倒了 然後恩師就要過身 在連番打擊之下 他就很悲傷 第三集就講結果 他的好朋友拳王 親自操刀去教Rocky 怎樣去打 然後呢 其實第三集都OK的 看他和拳王如何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學習了去打 其實第三集也都 建立了一個 為何可以拍到Kreed這套電影的藍本出來的 因為如果他不是和拳王有這樣的一段經歷 那我幹嘛要教你的兒子呢 對不對 所以其實 在這裏就是拳王教Rocky 所以引申到後來Kreed Rocky才教他的兒子 那時候是82年 沒想到那麼長遠 那當然 只不過是 只不過是 吃回這個 我意思就是 其實第三集也是一個Rocky的很重要的電影 因為沒有這套電影是他衍生不到後面 其實Kreed這個人物 都是硬屈出來的 是不是 喝你怎麼說的 我都說 整個Rocky的藝年 好像看中國的武俠小說 就是你遇到一個情形就是這樣 然後又遇到另一個高手 然後又學了什麼特別武功 所以越來越好打 有什麼特別的經歷 總之第三集就是拳王教了他很多技巧之後 他就更加 有耐打 有技術 現在變成 於是 再一次挑戰這個黑人拳手 這集主要是 描寫他們之間的友情 和所謂 亦私亦友 亦恩亦怨 本來是他們的對手 後來做了拍檔 對 其實臨尾的鏡頭 亦都很反映到這件事 因為 就是打完場比賽之後 其實 Rocky的頭兩集 都是很辛苦才贏到拳王 第三集雖然被弄過 但是之後 算是很輕鬆地打贏那個黑人拳手之後 他臨尾的鏡頭就是 兩絲圖 可以這麼說 在一個 沒有其他人的情況 在自己的拳館裡 一個擂台上 大家很友善地討論 講完之後 大家剛剛出第一拳 你打中我的臉 他打中我的臉 這樣 就圓了鏡頭在那裡 講他們兩個的友誼 其實那一刻很深刻的 所以第三集 都好看的 那些感覺有點像 法哥和李修賢的 蝶血雙紅 哈哈哈哈 第四集 就是我 我最喜歡看的 Rocky電影 喜歡 我不是 不是喜歡那個故事 我喜歡那些畫面 如果你有留心 第四集 那個拳擊的畫面 是這麼多集之中 最激烈的 那 的確 最激烈的 尤其是蘇聯拳手 他那些拳是可以打死人的 就是他這樣打死拳王 的確 如果說拳拳到肉激烈的話 這一集是比起過往三集 Rocky都要激烈 我記得我在戲院看的時候 真的看到害怕 震的 即是 噴噴聲 剛剛引入那些 所謂道比系統 所以那些音響效果 很震撼 沒得比 因為始終去到1985年 電影比過往幾集成熟 因為第一集是1976 第二集是1979 第三集又隔三年 1982 他每三年一集 1985年的拍攝期間 再次成熟了 那這一集的故事是怎樣 這集的故事其實是說 有個蘇聯拳手 就想來挑戰Rocky 誰知道 就由拳王代戰 即是第一個回合 拳王代戰的時候 去到第二第三個回合 那個蘇聯拳手 就已經 動一個重拳 就打死拳王 嘩 那個蘇聯很高大的 是啊 真的高了整個頭 是啊 所以他手長腳長 還有那些肌肉訓練有勁 對啊 拳拳都很狠 整個機械人 真的很難打他 所以拳王就完全不敵 然後就當場被打死 然後 Rocky當然就會替他服仇 然後就說Rocky去一個雪地去訓練自己 當然 其實中間有一段很長的 就是說Rocky和蘇聯拳手 兩個的訓練對比 因為蘇聯拳手就是用一些 當時最頂尖的科技 就是在健身裡面 不斷訓練自己 Rocky就走到大自然的雪地 又爬山又舉木 又撿石頭又拉車 比較環保的那些 總之大家都用不同的方法去訓練 然後最後就是Rocky對戰蘇聯拳手 結果 當然就是 其實 這個就回到前兩集的Rocky 就是 又是打到最後那個回合 Rocky也是處於劣勢的 但是Rocky憑著他那種 很耐耐 很耐打 還有他拳拳都重 加上他訓練完之後 結果 我臨尾弄出蘇聯拳手 弄出還是點數贏 是弄出的 弄出的 其實如果計算點數 Rocky是會輸的 所以他最後是弄出拳手 就是拳手起不回身的 證明了大自然是戰... 是戰... 是戰勝機器的 會這樣說 這一集是... 他臨尾贏了之後 還在那裡說了一段說話 就是說人人都在這場拳賽改變 因為其實 現場就分了兩批觀眾 美國的觀眾和蘇聯的觀眾 打到差不多下一集的時候 竟然那些蘇聯觀眾 都為Rocky立喊 即是他們改變了 Rocky就說了一番說話 即是我記不完 因為整段說話都記不完 他經常說話 他經常說 你又聽不到他說什麼 這是李大龍的特色 總之 那一段說話 就敢說不出當時的人 其實那一段說話很棒 主要說 其實這場拳賽改變了我 改變了現場觀眾所有的人 希望大家可以變成很類似 這套... 這套是我真是很深印象的 但不是最好 我不是說他擺得最好 我不是說他擺得最好 我不是說那些拳擊畫面 那些效果是最激烈的 是最震撼 因為打死人的 我記得我曾經為了這件事 進戲院看第二次 很小氣是進戲院看第二次 就是因為他的效果真的很好 真的很好 這套戲我會說 效果好 但是故事情節就有一點而誇張 因為... 即... 你拍這些系列片 當然要一直誇張下去 要不然還有什麼好拍的 所以我拿一個比喻 不知道是否大家都明白 不知道是否大家都有看日本一套漫畫 叫足球小章 開頭就說 都好看的 他有很多絕招射球 但是說說說 越來越誇張的時候 就開始失去那種情報 對呀 看你誇到去哪 對呀 對呀 而Rocky第四集 我就覺得 有點而跳脫了誇張得陣 還有那個訓練 我又覺得 我想是那個時候才有人會這樣做 現在我想不會有人再這樣做 去雪山那裏 這些沒得咬的了 那第五集又怎樣 好了 第五集 不是隔三年 隔了五年才拍 1990年 即... 為什麼要隔這麼久呢 為什麼我不知道 但是 這一集終於就說 Rocky不是上場打的 因為 他是承接著第四集 打贏了蘇聯拳擊手 我也應該有看的 但真的忘記了 我看看你記得 他打完蘇聯拳擊手之後 之前那一集就說他在擂台上結束 然後畫面已經跳到別處 就說 很快就結束了 第五集 一開始就說他打完 之後回到後台休息室 就發現自己的手不斷浸 其實就是他的腦部受了損害 一個永久性的損害 通常那些打賭性都是這樣 就像阿里那樣 就是柏根順正 對啦 因為其實都正路 因為蘇聯拳擊手那些拳太重了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故事都合理 然後就說 Rocky 回去他自己以前 第一集居住的地方 遇到一個 叫做 Tommy Gun的 男仔 然後這個Tommy Gun 一直想拜Rocky為師 結果Rocky最後都願意教他 而Tommy Gun也很好打 打下了很多不同的對手 但是最後呢 教識徒弟就沒有師傅 哈哈 為了錢 為了名為了利 他走去多謝了其他人 就完全隻字不提Rocky 於是就惹來公憤 哈哈哈 結果惹來公憤呢 最後那一場呢 就是講Rocky在 在酒吧裡 喝完酒 還是怎樣 聊完聊天 他不是最紛紛那隻 Rocky很清醒那隻 那一走的時候呢 他那個 徒弟阿根 就走去酒吧門口 跟他打 哈哈哈 然後 師傅也打 是啊 結果呢 最後Rocky 就 贏了 清理門戶 是不是叫清理門戶呢 總之 其實 Rocky第五集 就已經不是講Rocky打拳了 而是 其實主要的focus 就是講Rocky的家庭 就是講他的家庭問題了 就是回復正常的 平常的生活 一來回復平常的生活 二來就是講Rocky 她那個太太死了 還沒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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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就是講第五集 他說Rocky仍然很熱愛拳擊 由他遇到 Tommy 開始 可以令到他的拳擊生涯 繼續延續 即是一個師傅 變成他每次看到 Tommy 贏了 就好像他自己贏了 即是每次 為什麼 Tommy會這樣有個 教識徒弟 沒有師傅的心態呢 因為每次的報導 都好像說 Tommy一贏了 那些人永遠就是提Rocky 沒有什麼 這個很難避免的了 所以生活在名人之下 真的很悲哀 我們又很難理解 如果這個故事這樣說 就是這個拳擊手的心理質素很差 因為其實 說真的 你也是一個新獸 你能夠贏的 的確是因為你有一個好的師傅 所以你才贏 其實當你再贏下去 別人的目光 如果你反而 你會把功勞歸回給師傅 別人會尊重你 你就慢慢可以揚明立慢 所以就是說 第一 你拳擊手的心態 如果不行的話 教識徒弟 武師傅是會被人唾棄的 第二 其實主要說 就是 Rocky的家裡也發生了一些變化 就是因為他太放得多時間給Tommy 忽略了他太太和兒子 於是乎 他的兒子就開始 反叛了 開始做很多 叛逆青年會做的事情 他的太太 在那一集 其實就是 臨尾有一場 不是臨尾的 在劇的後段 就跑去 罵醒Rocky 就說 你現在繼續下去 你就會失去我們 罵醒Rocky 所以Rocky 最後才醒悟 就回去 找兒子 跟他好好聊 然後 一家團聚 最後在酒吧打架 那一幕 已經是 Rocky 清醒了 不會再沉迷於 在Tommy身上 之後發生的 所以 在酒吧打完 一家人很開心 所以 就是 這集 主要不是說拳擊 也有提拳擊 那些倫理上的事情 對 主要是說Rocky的家 所以 其實 Rocky 從第四集開始 第四、第五集 有很多劣評 我看網上 很多網站都是 劣評 很多人不喜歡Rocky 第四、第五集 我想大家的要求不同 如果一心補著 看激烈的拳擊 你會失望 那又不是完全沒有 不過不是Rocky打 就是由他徒弟去打 到了下一部 下一部 他不是叫Rocky 6 不是 他是Rocky Boomer 即是用Rocky的全名 這集我真的沒有看 為什麼不看呢 因為 正所謂 自古英雄如名將 不許人間見白頭 我就 我不是很想看 史達龍老了 所以 我是 主觀地 是沒有看這部 這部 在網站的指數來說 第四、第五集就很差 但這集又高了 迫近第一、第二集那麼高 但是我看完之後 我又不認同 老實說 Rocky 這部 Rocky Boomer 這部的故事 其實是講Rocky 其實是2006年 離開了Rocky 之前的 因為 第五集就是90年 然後 時隔16年 才再拍了 又不是說 真的很老 中年的Rocky 一開始就說 他太太已經過世了 在墳墓上 一開始就說Rocky 在墳墓上 跟他太太聊天 這部 其實就是講 Rocky 他已經 退隱了很久 他就開了一間餐廳 用他太太來做餐廳的名字 已經是 一個退隱的餐廳老闆的生涯 他有沒有拍金純情 那也沒有 OK 這裡是 我也覺得 這部電影不合理的情況 但是 繼續說下去 其實 為什麼無端端 又會跟拳賽有關呢 其實就是 有一個 不知道是電視台 還是什麼 有人 就用電腦 去做了一場 模擬的比賽 拿了不同的數據 就是說 Rocky 年輕的時候 跟現在的拳王對打 會怎樣呢 就做了一個 比較 然後 引來了Rocky的注意 然後 聊了很多 然後 拳引又到 結果 就安排了一場 中年Rocky 對戰現役拳王 哈哈哈哈 其實那個Formula 就回到第一集 不合理的地方就是 Rocky 他幹嘛會接受 接受 因為我中間跳著看 你肯定 你肯定 不會 夠他打 其實我雖然不是說 表演賽 那個Formula 都是一些 呃 慈善賽 都不是慈善賽 不是表演賽 是一個挑戰賽 怎麼挑戰啊 你都 你都 你都半條人命 所以 他打的時候 又不像是半條人命 不過當然 他都 平分秋色 中間打到 但是Formula 就回到Rocky第一集了 就是說 其實主要都是Rocky 捱打 不是啦 真的 不死 算大命 所以 結局 也都 有某程度上 合理的就是 Rocky捱了那麼多個回合 沒有跌倒 又是 又是 點數 點數 平均 所以 打和 不是打和 點數來說 Rocky輸了 都是輸 所以就回到第一集 那個Formula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樣 人們的時間這麼多年 又回到第一集 所以 感覺就覺得 很好看 這樣就給了很高分 這個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 我就覺得整件事不合理 因為 Rocky要退役 是因為 他的腦部受損 那是一個 永久性的創傷 來的 不是 能夠 這麼輕易可以 醫治到的 因為 人的腦部是很複雜的 還要 退休這麼久 你都沒有練習 就算練習 也不會像練習得 最健碩的 那麼誇張 為什麼呢 你怎麼捱到十幾個回合 這個就是我覺得 比起第一集 更不合理的地方 因為第一集 好老實說 拳怕少壯 你年輕 你捱得 我也覺得有點說服力 因為 第一集說拳王 APOLO 他都 年紀來講 是被Rocky打 所以 沒那麼耐力 你看 後期 你 手抖腳震 站不穩 還說叫他上去打 一眼小孩 用手指抖一抖 他都會倒 我想 拍這一集的主要目的 都是想大家 懷念 以往的日子 你也可以這麼說 結果 再隔了 九年 Rocky又回來了 不過 你叫他第七集 他絕對不是 你叫他外傳 又不太像 其實就是 沒什麼 想把這個系列延續下去 但要換主角 就是叫Krid Krid 就是 他老屈出來的角色 就是拳王阿波羅 死了之後才出生的 這個小朋友 所以他都沒見過他的生父 就是 男主角 叫 Adonis Krid OK 那 我感覺好像 看完射雕 看神雕 那樣 都是故人之子 其實 Krid 又是原用Rocky第一集的方法 就是 一個初生之族 Rocky教完拳之後 其實應該這麼說 他是Rocky一二的融合體 融合了之後 他跟了Rocky之後 贏了幾場其他的比賽之後 又是挑戰現役的拳王 那 其實就是 又是說Krid 捱打 捱得很辛苦 結果撐到最後 結束了15個回合 沒有躺下 即是沒有被Nock out 不是沒有躺下 沒有被Nock out 結果 以點數 他輸了 但是 這套電影 他有一句很棒的 即是他的對手 我忘記了什麼名字 總之 拳王 wins the fight 但是 這個 Krid wins the night 即是全場的觀眾 要去沸騰 就是因為 Krid 他捱了這麼多個回合 即是他意志力很堅強 通常都是這樣的 就是沿用Rocky第一 不過 因為Rocky第二集 拳王就教Rocky 所以第二集 就放回第一集 就是Rocky教拳王的兒子 於是乎就是兩套融合體 結果在各大網站 尤其是Rotten Tomato 就得到很高的評價 這也是所謂的體育精神 不過整體來說 Krid比Rocky第一集更好看 原因是他沒有中間的 露雪拉圭 不知道想怎樣 你現在 即是拍同一個題材 比如節奏 畫面 各方面都會比以前 是明快很多 是啊 而且他又不會特意加入了很多感情 滋滋滋滋滋滋 因為Rocky第一集 真的加了很多追女生的 七十年代追女生的 整件事拖得慢了很多 Krid沒有這些問題 所以娛樂性又高了很多 Krid正在拍第二集 其實在2016年的時候 已經說會拍第二集 預算希望今年的十一月份會上 但是 是不是十一月份可以上到呢 還不知道 第二集有沒有Rocky 呃 不肯定 但是他 根據網絡說 他會以Rocky第四集 來做一個掛勾 嘩第二集就是蘇聯 對啦 打蘇聯拳擊 可能他是蘇聯拳王 那個後人來打 我不敢肯定是不是 不過有這樣的可能性 但是無論如何 總之 Krid應該如無二要拍到第二集 因為上一集都可以收到的 OK 用了這段時間 就講完 和Rocky有關的電影 OK 那 你要問我呢 我已經很表明了 我最欣賞的 就是Rocky第一 第二集兩集合起來 亦都看到很熱血沸騰的 這兩集 除了中間 他有一些比較慢一點 那無辦法 因為始終七十年代的電影 可能都有這些問題 那 而整體來說 Rocky其實都會看到人 幾high 除了第五集之外 因為他拳拳到的感覺 你很緊張的 會很震撼的 雖然小哥說 2006年那套Rocky 中年了 但其實仍然有那種 在打拳的時候 有那種震撼感 我自己對Rocky這個角色 或者對這個題材 這個題材 就不太大興趣 但是我喜歡看史達龍 我對於他另一個角色 那個興趣是比較大 Ram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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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以前聲音系列說的 不過有畫面 我們遲些再討論 有機會再討論 好了 講完了Rocky系列 其實呢 中文電影 激戰呢 那個情況 也有幾分似的 跟Rocky 我想在故事結構 我都說 這類的戲 你不離 不離 是這樣的 很難跳出一個框框 那激戰呢 激戰呢 最大的吸引點 當然是張交輝 他用幾個月的時間 地獄式分辨 練到身形 簡直都不相信是人的身形 這個看到就是演員的努力 亦都看到 一刀戲的成功 你需要很多 很多東西去配合 那張交輝本身是一個 最大的賣點 彭淵眼當時也是一個 比較新的演員 新不新都沒有用 因為整部電影都是看張交輝 那不是的 他跟彭淵眼都要拆到火花才行 我說這是另一個問題 起碼我買飛入場都是看張交輝 如果你說張交輝不是這樣的樣子 或者不是做到這樣 我想少了很多人入場看 如果你們純粹看得到拳擊扁 那你怎麼說 那個吸引力就不是太大 我想比較一下 Rocky和激戰 其實他們兩套電影 是走很不同的路線 雖然都是跟拳擊或者格鬥技有關 但其實我回尾激戰 故意拿出來看 其實他走的方法很不同 第一 激戰加入了很多輕鬆的元素 換和電影 但當激戰要打的時候 那種拳拳到肉 比起Rocky更慎 因為他是打UFC格鬥 UFC格鬥是一個龍裡面 用盡渾身解數 有很多鎖技 有很多其他的技巧去打 比拳擊的刺激程度 又有不同的層面 兩樣東西 所以層面不同了之餘 第三就是他也加入了一個溫情 雖然Rocky到第五集 都有說老爸和兒子之間的關係 但是那種touching 不夠激戰描述得那麼深刻 因為激戰 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其實激戰 張家輝是沒有人沒有物的 單身寡仔 其實他租了一間屋 那間屋裡面有一個女人 還有一個小妹 那個小妹都蠻精靈的 其實就是說 很重篇幅去描述 張家輝跟這個小妹之間的關係 由開始兩個比較 Hostile 狀態 即是敵對的狀態 因為那個小妹又說了很多規矩 你來到我們這裡住 又不准敢不准敢 令到張家輝很迷惘 慢慢慢慢去建立了 但是他又很聰明地 沒有用到很沉長的篇幅去說這件事 令到你很悶 中間有一些小環節 小環節 小環節 和一些小的鏡頭去交代 你就會完全明白那件事的發展 所以我覺得激戰是很聰明的一部電影 第一 激戰是廣產片 他用這些來把他所謂本地化 另一方面 激戰本身 他也不是一個純粹的拳擊片 張家輝最後也是被迫出山 他也退休了 其實他也不是退休 他只不過是退休了 對 他也不想打 只不過最後被迫出山 所以跟Rocky第一集 第一、二集 有所不同 而且 始終那句是 Rocky那些是Boxing 他那些是綜合格鬥 他有個特別的名稱 UFC就是綜合格鬥技 對 他是沒有任何防備的 又不帶拳退 沒有的 又不成的 他包了一層崩帶 厚的崩帶 所以那個殺傷力是大很多 跟Boxing那些是不同的 對 還有 他 怎麼說 他那個緊張刺激程度 又很不同的 就是 因為他很多鎖技 你真的看到咬牙切齒 又會 嘩 你真的會不會拍斷手腳 當然 拍戲就不會真的拍斷他 但是 你會覺得 比起看Rocky 因為Rocky 他也是一拳 砰過去的那種震撼 但是他那些鎖 是因為一邊鎖著 一邊扯 那種緊張感 很自然不同 你真的看到咬牙切齒 那麼 激戰 是2009 沒有啊 還是差不多 差不多 那 其實激戰 就 彭於眼的角色 也都某程度上 都是被迫地去打 因為其實他想令他爹地震作 所以他也是被迫打 所以彭於眼和張家輝兩個角色 都是有少少被迫地去上擂台去挑戰的 通常這些故事都是這樣堆砌的 其實那個可信力是很低的 因為我們以前也有接觸過拳館上面的人 每個人都是自己 我就不知有誰是被迫上擂台的 還有我們聽一些訪問 現在香港不是有一個很厲害的 香港小子 曹昇如 連勝20多場 他都說他自小是自己去打 沒有人逼他 沒有人聰明了 也沒有人聰明了 也沒有人聰明了 其實你說的不可能 激戰和Rocky 都是有少少這類的 就是講不可能的任務 因為Rocky 剛才我們已經討論了 他怎樣不可能 而激戰就是彭於眼本身 完全沒有打綜合格鬥技的訓練 要在短短兩個多月 從一個沒什麼訓練 去到一個很熬得 當然他也是走Rocky那種路線 就是不輸當贏 而因為UFC也是規定 台主打不贏就等於輸 這樣的情況 所以彭於眼才贏 他就是熬了20分鐘 跟拳擊很不同 就是拳擊每個Round是3分鐘 短一點 但是整體時間長 因為有15個Round要熬了 而UFC只有2個Round 每個Round10分鐘 但是其實10分鐘是很短的 對呀 一直在龍裡面 不能走 對呀 因為一直打架 你不要說打架 你只試試跳舞 連續4分鐘不停地跳 其實你已經扯欺扯到什麼 還要說打架是賺命搏的 你投降也不行 不行 你立刻扔白毛巾 你立刻拍 那龍裡面哪有白毛巾 不是白毛巾 是你拍 拍就代表你認輸 是可以的 所以其實 也有類似的方法 就是大家都是做了一些 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在不被看好的情況下 這樣去熬完一場比賽 這就是兩者之間有點相似的 但是有些不... 即是... 激戰就更加多了一份 就是 講了張家輝 操自己 再上台去打 那一下就... 即是跟Rocky 會有些不同了 Anyway 這類戲 他也是堆砌那個 所謂的戲劇性出來 我們就不要太過 太過深究的情節 那些什麼 看上去小心熱錄 整體來說 史葛 剛才數了這麼多套 又加Kreed 再加上激戰 你自己個人來說 你會最喜歡看哪一套 都說是Rocky 4 不是 是... 那麼多套加上都是Rocky 4 我會喜歡激戰多一點 雖然我欣賞Rocky第一、第二集 但是我喜歡激戰 其實是因為我喜歡他 各樣東西都有 第一 他就是用一個比較 輕鬆的手法 因為Rocky其實是比較沉屈一點 整體來說 沒有 大家的表現不同 而我喜歡激戰 他又有點輕鬆 但輕鬆得來 他又反映到 一個退役拳手那種悲妻 那種遼倒的生活 但是也有 那種人與人之間 跟那個小女孩的交流 令到你有一份莫名的感動 尤其是臨尾那一幕 說那個小女孩要回到爸爸那裡 那一刻就真的挺感動的 沒有啊 始終我覺得香港人 甚至中國人 本身都不是一個運動的民族 所以拍運動片 始終都是覺得 好像 不太到位 你表現不到那種運動員 那種堅韻 或者是 所謂體育精神 我又跟你有一點點不合見解 這方面 可以將來再詳細討論 至少我在激戰 所以我看激戰 我是覺得 他是一個商業片 還有我自己對於 張家輝怎樣 操練自己的身體 當然我是尊重他的 當作一個演員 但是我不贊成 那些人這樣做 我始終覺得 這是一個 gimmick 多於是一個 實際的演出 明白嗎 我會覺得 你好像被那個地方 限制了你的想法 但是 總之 無論如何都好 總之 整體來說 我覺得 無論是Rocky系列 Kreed 或者是激戰 其實都是一些 好的電影 我覺得大家 都可以 其實都很容易 在網上可以找到 這個 無可否認 是啊 所以大家可以 找回來看 值得去回味 這些電影 OK 今天跟大家說了 拳擊的電影 希望大家都 深入一點 再發掘更多 這些電影 如果想繼續討論 在下面可以繼續留言 還有幾個指定動作 首先 看完這一集 如果你覺得 OK 就分享給你的朋友 還有兩個指定動作 Like 這條影片 還有 Subscribe 1Click Radio的頻道 好啦 我們下一集再見 好 拜拜